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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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提示 是关于你的发球 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提示 大家要留意听 记住 这个提示一定要长期去练 才可以掌握到 这个会令你开球更加放松 不过会更加大力 这个提示就是这样 当你拋球 之后 你那块柄都没有拿上去 传统呢 就说一起上 不过我们想大家试试 8球呢,今次你拋球 你的柄都还是留在下面 一刹那 那迟一点才拿上来 那变成呢 你迟一点拿上来之后 你的柄一定要追回时间 不过呢,不代表你一定要死力 你更加不需要用死力 反而呢,你这样做 令到你整个动作呢 是更顺畅 更舒适 不过呢,更加快 因为呢,那份柄迟了起步 那便要追回 那便会给你一些冲力 令到你可以将那些冲力呢 直接向着柄 向着柄的柄 那边 那我就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大家留意呢 我拋球的时候呢 我的柄是没起来的 之后我才追回 那大家刚才看到我的示范呢 你见到我拋了柄 但我的柄是一刹那没摸上来的 即是我会有这个 那大家可以尝试试一下 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做这个提示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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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STM先,妄威唇先 就变成了你不要用柄 和你做慢 即是说你慢了 感受一下它 之后你才去试一下用柄 然后打下去 为什么呢? 当你一开始呢 你的劫调啊 你的习惯呢 要重新去 再refresh一次 然后呢 之后呢 你把柄的柄 因为你练过一次了 你就会熟了一点 你就容易去打到柄 记住 你这个是一个高水平的动作 很多很聪明的 网络运动员呢 他们发头径那些呢 都会比我更容易 他们会比较迟一点 大家可以尝试试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提示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 让他们的发球都可以更加进步 我们有更多有用的教学和提示 在我们的网上科技那里 欢迎大家去赞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些有用的提示 可以帮大家提供具数水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